有铲过很多女人也留过铲吗 你再重复一遍你说什么来的 说一遍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说人吧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情感观察团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在《我的儿子是奇葩》这部电视剧当中 成功地塑造了荷花这个人物形象的青年演员 徐百慧欢迎他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 徐伟老师欢迎他 自由撰稿人陈奇老师欢迎他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欢迎他 接下来就是分享一条好消息的时候了 我们天津卫视官方手机应用天天圈 全新升级了 登陆百度手机助手 91助手安卓市场 苹果官方的商店即可下载 我和徐老师已经进驻了天天圈 和大家来实时地讨论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 那接下来的时间 先来认识第一对朋友 没有你 时间存不难兴 我困在原地 人回忆印尽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过山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无憾 你快回来 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都错了 希望你原谅我 让我们能同心开始 看这个小片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惑 因为一直是一个男人在用他的短信 向他爱的一个女人 道歉 忏悔 他们俩究竟怎么了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陈 35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小陈 31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培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你们手里的密码箱 这里面有一个彼此不了解的秘密 我想问的是 你们愿意在这个场合 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吗 我愿意 我没问题 能帮我们明确一下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吗 她是我老婆 什么老婆呀 离婚半年多了还是老婆吗 离婚半年多了 对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是来 恳求她原谅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来准备想跟她复婚 你来的目的呢 我是想来看看她的诚意的 我现在也是想来表述一下我的心情 这三年多以来我受的什么苦 在这个家受的什么罪 明白了 就是因为她 让我孩子都没有了 我孩子的事情是个意外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那是意外吗 你关心照顾我的话 我孩子会 怀疑四个多月的时候 留掉吗 那时候 他们家农村的 他爸妈六十多岁了 还要下地干活 他那时候是耗诚懒作 游手耗诫 什么事情都不帮忙 搞得我 我看我四个多月应该没问题 我想 父母这么老了 我去帮忙 动了她一起搞得不舒服 我叫她送我去医院 她都不愿意送 那是真的是个意外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内疚 孩子没有了 以后不是还可以有的吗 你说得这么轻巧 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已经三十岁了 我好不容易在怀上那个孩子的 我做完流程手势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打圈子孤 玩自己的手机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暖心的话 就因为这个两个人就把婚离了 是吗 她不只是这件事情 她以前对我 已经做出了很多杀害我的事情 我当时为了她 我还违背了我父母的意愿 我父母不想让我叫到一个外地去 后来没有办法 看我这么死心塌地的 要跟着她 我父母才答应了 可是我跟着她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 我婚礼也没有办 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怎么好 倒是以后等我赚了钱以后 我会补你一场婚礼的吗 你赚了钱三年多以来 你赚过一分钱给我吗 她补物正业 我那时候就想能够好好过 我就找我父母商量 给她借点钱 因为她有那个理发的手艺 给她开了个理发店 结果她一点都不上心 后来就是赔了呀 她还是觉得她要做生意赚大钱 我后来又去借钱帮你去开小卖店 结果开小卖店 你一点都看不出那个小钱的生意 小卖店那个赚的都是那种小钱嘛 但是我们没有 没有多大的经济能力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对不对 明白了 可是她好看屋远 还是觉得这个无所谓 那小卖店现在还在吗 小卖店让她爸妈在帮忙经营呢 那你在忙什么呢 后来她爸妈又借了钱给我 又开了个养机场 开了个养机场的时候 她任何技术都不懂 记忆秒死的死 跑的跑都没有了 就实际上面 我这么听起来 等于是做啥啥不成是吧 是的 而且这个钱都是从你的 前院夫院母那儿借的是吧 是的 前后借了多少钱 你自己想想吧 你自己算算吧 她自己不计都记不清了 借了五万块钱 因为她从来不去借这些小的东西 她觉得这几万块钱算什么东西啊 好 我们会发现说两个人可能在经济上面 也是比较 经济这些方面其实我都不管的 那她对你好吗 就是因为她对我一点都不关心 哪点不好了 对你还可以啊 这叫可以吗 她那时候说她去长沙打工 她其实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她说都不承认了 那就是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也已经瞧过你 你不是说不在外面前说了吗 你现在怎么还在这里说 你看她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这就是她真正的面目 她说的是事实吗 她自己都承认了的 当时她都承认了 因为她去长沙打工 她没有赚一分钱给我 那钱去哪了 期间她还要我寄钱给她 她根本不是去打工啊 她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她去的时候是跟一朋友 她要合伙做一个饮料的销售婚议 然后后来 他们的全都是瞎说是胡说八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可能 我不可能这样无风作饮的 婚内有出轨的行为 这个你承认吗 你看她敢当着这么多人面来承认吗 承认吗 但时间不是很长 你的意思就是说 时间不长可原谅 是吧 她已经原谅我了 我是没办法 因为我那时候 我爸妈知道这个情况 她都努力地劝我 她就觉得 这女人总归 不会说谁别不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跟一个男人离婚 我爸妈是努力地劝说我 让我再给她一次 改过自尽的机会 所以后来你就怀孕了 是吧 还想要孩子 是吧 是的 因为我 我嫁给她的时候 已经27岁了 然后中间这样点点薄薄 好不容易才怀上的那个孩子 那这个怀孕之后 她人有变化吗 比如说 她开始脚踏实地了 外面真的就 了得很干净吗 我觉得怀孕之后 根本就没有变 她还是那样好高骛远 对我的态度 还是那么的冷淡 因为她觉得 怀孕好像就是女人 都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 你怀孕的时候 我们家里不都是很高兴吗 我也感到很高兴 只是那次真的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 你知道吗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来教我QQ 她说是你非要缠着她的 那女的就是有问题 我跟她就见过一次面 喝过一次茶 闪过关系也没有 你如果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她会那样来刺激我吗 不过就是在我 我真的有一个怀孕中的人 我在站上受打击的心 我真的是承受不了 她也就是见不了我过一些好日子 平淡的日子 那也就是说你除了在此之前的出轨 可能还跟一些女人有点少暧昧是吧 也就是简单的聊聊天 她对别的女人就那么关心 她对我就没有那么关心的过 那个女的她说是她缠着她的 她说她不会跟她老公结婚 她是有老公的人 然后叫我好好养胎 好好跟她生孩子 然后好好过日子 你说我听了这个话 我真的我当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这个事你跟她谈了吗 我跟她也谈过 聊天记录 我可以给她看 真的是什么有关系也没有 也就是出来见个面喝个茶 现在她这样说我都不会相信了 后来孩子没有了 我真的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 当时我留完场 躺在冰场上的时候 她说孩子还会在有的 以后我不是安慰你吗 你老哭老哭 你不然哭我又多烦 我觉得她就太轻描淡写了 我经常就做梦 我梦见我的孩子在 在梦里面叫我妈妈 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在 如果该是我多大的一个依靠 可是我现在连这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 你不好坏了这一切 我也知道我错了 我以前是有点好高骛远 有点好奇 我不会再承认你说这些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这些 不着急 她除了好高骛远之外 我听起来其实在生活上好像 她并不是很老实对不对 是的呀 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还有别的吗 她对我也是不关心不照顾的 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还有别的吗 我不知道她到底还有跟谁 没有 你日常不太就是妻子怀孕的时候 你也不是怎么关心她 那你日常的这个生活都在做什么呢 有时候做一些零工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照顾她 照顾我 那你怎么会可能 你这有一次就因为 因为没人好好照顾我 我还让她送我回的娘家 我想让我父母好好照顾 如果你全心全意照顾她 怎么还会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去喝茶呢 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你是经常上网聊天吗 是 你是经常在网上跟一些人就约见面喝茶什么的吗 是 我们大部分认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 好好好 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对我那么冷淡的态度 好 对我失去孩子之后那么冷淡的表现 当时你就同意离婚了是吗 我看到太激动了 你就离了 是 你什么时候想要跟她复婚的 就是近八年家里边没有她感觉不是个胃 她还是想让我依靠她 她最 她是最会依靠我了 她把你都伤成这样了 你干嘛今天还来呢 我就是那么蠢 我就是瞎了眼 所以我想问问 在你心里你还有这个男人美容 我不想再有这个男人了 我记得我提起这个男人 我就太伤感了 我今天就是想让她 在大家面前展示她的真实秘误 以后来迷你 你这半年有些什么改变你告诉我 现在有踏踏实实的上班 上了多久 上了两个多月了 就是说从交往认识到结婚这三年多 你都没踏踏实实上班对不对 是 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靠谁 靠我老婆 哎呀 气死我了 这个世界上啊 总有一些东西是这样 她没有无怨无忽 我相信如果在这位女士的心里 如果对她还完全都是恨 没有爱的话 她今天不会来 如果对这个男人和对这个家 完全绝望的话 她今天不会来 她剩下的那一点 那也希望到底是什么呢 老师们会怎么看待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的 这点事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邱比特问卷 在你们的言谈当中 我没有看到这位先生 有任何一点 让我觉得可以去理解 的一些行为 而且我特别奇怪 当初你为什么嫁给她 因为当时 我年纪也大了 被家里人也逼得 然后看到她 第一眼感觉还可以 算是那时候来农村的 我觉得会比较稳重 老实一些 也会对我体贴一些 所以我觉得 你的第一次选择 有可能是盲目的 因为你的年纪的问题 你盲目地选择了一个男人 但是你通过一个婚姻的 这种交往 你发现这个男人 确实是一无是处 在我看来 你好容易跳出了火坑 就没有必要再回头了 对于这个先生来讲 我觉得这段婚姻 其实给你的是一种警示 从你这个失败的婚姻里面 去找到你的问题 也许你会开始一个 下一段的恋情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现在已经醒悟了 你醒悟没有用 有的错误是可以饶恕的 有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就像我可能杀了一个人 然后我说我醒悟了 我不想杀他 但是没有用 你的行为已经伤害了 一个女人了 而且我觉得在你骨子里面 你没有一个做丈夫的 应该有的承担 所以现在你必须得审视你自己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借你钱做生意 帮你家干活 最后他在流产的时候 你还没有去照顾他 所有的一切行为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就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必须让你知道 什么样的行为 才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 应该做到的 所以我建议女嘉宾 你已经跳出火坑 就不要再回头了 女人是可以嫁给穷人 但是绝不能嫁给烂人 穷人 她是可以因为给不了对方 物质而加倍地珍惜这份感情 并且能努力地让对方幸福 而烂人仅仅是把女人 当成一个供养者 让自己毫无顾忌地 去到处地反见 你就是后主 你们俩是通过网上认识的 对吧 其实你确定她当时找你是 因为看上你吗 她其实只是在套一个网友 正如她现在跟网友见面 喝茶一样 她自己都没想到 套到了你这么一个女友 捡了大便宜 你不光把她所有的物质 你都担负了 他们家你也一起负担了 那她去干什么了 拿着你的钱 到处地挥霍 好吃懒做 她就是一个寄生虫 她现在来找你 我个人觉得是后悔 但是无关爱情 她自己一个人 家里的重担她挑不起来 家里的大梁要塌了 她挑不动啊 来找你 我不知道从她身上 能看出哪点她悔改了 她有什么资格或者亮点 让你值得留恋 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李子最重要 跟她生活在一起 你就盼点幸福 那何必 管他人怎么看 这是你的生活 还为她打掉了孩子 你肯定多少次 从梦中惊醒 呼唤自己孩子的名 值吗 这样的人 有多远离她多远 让她自生自灭吧 好吗 姑娘 我能感觉到你 你心里的痛苦 嗯 我能够感受到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没关系 二十六七岁不算是大龄圣女 哪怕你现在 你现在是三十一岁 你也很年轻 你有能力养活自己 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 没关系 这次选择错了 还有下一次 呃 孩子没有了 还可以找一个相爱的人 值得托付的人 还可以再生孩子 没关系 人生都可以重新开始 你还很年轻 过去的几年 你没有那么幸运 但是没关系 你的付出 可能会有 另外一个人来回报你 总有人会纪念你的好 重新开始 我相信你 嗯 一时有网友说 我从来不看综艺节目 现在看爱心保一上 我以前也一直觉得这种情感节目 说些男生的情情爱爱 不是什么正经事 但现在看来 真的是很有不一样 就每当出现像你们这样的 在情感上不能自持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 所有的三位老师都说 男生是一无是处 不是 他是有他的优点 什么优点 出轨 视为不忠 不能养家 视为无能 不照顾妻子 视为冷漠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忠 无能 又冷漠的男人 偏偏长了一张老师的脸 这就是他最大的忧意 而且 他不光长得老实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我已经有所悔改 就是这样的一张老师的脸 配合老师的表情 和虔诚的语气 才一次次地骗过了你啊 这种人是最害人的 你看我 内心善良 却长一张胸像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不了解我 说土蕾这个人 肯定是很凶 但是像这样的人 其实内心才是这样的 你们误会我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人有几斤几两 还真不能看面子 你看他站着多老实 左手握着右手 眼神当中满脸的虔诚 一昧地认错道歉 让他下跪 他立马能下跪 让他流泪 立马能流泪 但就是这种伪善 才一次又一次地欺骗 我甚至恨不得他在这儿 张牙舞爪 我倒觉得还好一点 但我们善良的人 总是容易被这种伪善所欺骗 你信不信这女生 如果男生 普通一声马上跪下 他立马心就软了 要不然他能忍这么久吗 所以说男生 也感谢你父母吧 长一张这样的脸 而且这张脸好像还永保青春 因为你总是有爱情的滋润 动不动喝喝茶 不说你们 其实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肯定是要分手 通过你们再说两个社会现象 第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我们再也不要 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这样保证 好不好 以后再也先保卫战斗 我们再也不说胜利 真是害死 为了结婚 来结婚 真的害死 我相信很多家庭的父母 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会应该感受到 真的不要逼孩子 盲目的结婚 为了年龄 真的是往火坑里掉 碰上这样的人 不是往火坑里掉吗 你不是害死他 宁愿这辈子做老语人 我也不要嫁这样的人呐 对不对啊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社会现象 虽然说道德绑架是不必要的 但道德谴责是一定的 我们对男性的出轨的道德谴责 实在是太包容了 我们总是骂小三 却很少去谴责男性 你也原谅了他 你父母也原谅了他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女的吧 一出轨吧 就红杏出墙 说得一大糊涂 男的一旦出轨吧 就过一阵两三天 他就过去了 然后所有的棒子 全打的小三是他 其实出轨的那一方 才是最可恶的 小三是其次 我就说这三点 其他的我不想再多说了 我只拜托你一句 你心太软 你心一软就想着那孩子 死也不出来 哎呦 这个婚绝不能复 我再从一个残忍的角度来说 那个孩子没了 可能是上天 对你这么多年付出的 一个眷顾 如果那个孩子出来 又面临的是 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 丈夫和父亲的话 那个孩子还遭罪了 所以这么想 可能你心里会舒服一点 姑娘 至少在我们今天 通过你们的聊天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你有几个社会角色 是扮演得非常失败的 丈夫你很失败 因为婚姻内 你不照顾妻子 你出轨 儿子你很失败 因为父母六十多岁了 你还不能给他们一个 一样天年的一个环境 而是去啃他们 我觉得这个角色你是失败的 流产过很多女人也流产了 你再重复一遍 你说什么来的 说一遍 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是很多女人都流产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她流产跟你没关啊 还复婚呢 现在这样 她要是跟你复婚了 我真觉得天理难 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 做一回男人吗 而不是一个寄生虫 不要说男人了 就说人吧 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 你给这个女人一条生路 我还感觉她爱着我 你现在这样 我还怎么爱你 再也不会那么少了 我以前是瞎了眼的 你觉得你对得起这个女人吗 对不起 你仔细想你前天和我做的那些 你还有两个的体育 复婚吗 复婚以后我是想 我改掉我身上的一些毛病 多一些平淡的日子 你能让我看看你带来的秘密是什么 幸好那女的走了 这女的如果不走 看到这个不复婚还怪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呀 红女人的这套 你都跟谁学的 我知道以前做的 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还是一些吗 我现在已经在 我老家的酒店订好了酒席 想要给你办一个完整的婚 我真的错了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继续生活下去 你用事实说话 我们真的帮不了你 把你的婚礼带走 谢谢你啊 把门关上吧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有过一段情感 那个男人特别不负责任 我就想以后一定要找个负责任的男人 遇到你 我以为我们能幸福 但是没想到 你让我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无法原谅你 也无法原谅自己 如果知道是他这个秘密的话 我们应该跟他多聊一些 让他放弃对自己的这种 内疚和内责吧 所以提醒吧 提醒我们所有的父母 在孩子婚姻的问题上 请你们理智的 智慧的去面对 既不做一个他们自由 婚姻和恋爱的阻挠者 同时又做好一个引导者 我认为我们的父母 感谢观看